Asookie NFT 是一個在2022年1月12日發行的 1萬個生成式頭像的NFT項目, 2日是動漫風格吸引了很多關注和追捧。 Asookie NFT 在發行後3分鐘內就受慶, 總共收入了超過2900萬美元。 之後,Asookie NFT 在幾個主要的NFT市場上的交易量 達到了接近3億美元, 超過了更知名的NFT項目。 如BotAbiot Club或CryptoPunks, Asookie NFT 的背後是一個名為Shield Labs 的創業公司, 由四個匿名的創始人和一位著名的遊戲概念藝術家Huna Sen 組成, 他們的夢想是讓Sokie成為一個跨越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品牌, 推出服裝、動畫、遊戲等產品。 然而,Asookie NFT 的成功並沒有持續太久。 在2022年2月底,Asookie NFT 發生了一場被稱為 翻車事件的危機。 事件的起因是Asookie NFT 官方推特發布了一則消息, 宣布將在3月1日發行一個新的NFT項目,名為Asookie 2.0。 這個消息引起了Sokie社區的強烈反彈。 他多時有者認為這事對原始Asookie NFT 的貶值和背叛, 並質疑Shield Labs 的動機和誠信。 他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聘擊和抵制這個新項目, 並紛紛出售自己的Asookie NFT, 這導致了Sokie NFT 的價格暴跌。 從最高點的50萬美元跌至不到1萬美元。 Shield Labs 在意識到情況嚴重後, 迅速撤回了推特消息,並發表了一份道歉聲明。 解釋說Sokie 2.0 只是一個內部代號, 並非一個新的NFT項目, 而是一個旨在提升Sokie品牌和社區的計劃。 他們承認自己在溝通上失誤, 並表示將重新考慮和調整自己的策略和時間表。 他們還呼籲社區給予他們時間和耐心, 讓他們證明自己對Sokie NFT 的承諾和信心。 然而,這份道歉聲明並沒有平息社區的不滿和憤怒, 他當時有者仍然對Shield Labs 感到失望和不信任。 認為他們是在敷衍和欺騙。 他們要求Shield Labs 提供更具體和明確的行動和證據, 證明他們對Sokie NFT 的價值和未來的投入和支持。 他們還要求Shield Labs 公開自己的身份和背景, 以增加透明度和信任。 一些持有者甚至發起了一場叛亂, 試圖推翻Shield Labs 的領導權, 並建立一個由社區成員自主管理的 去中心化組織。 說Shield Labs 的翻車事件, 反映了NFT 領運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那就是品牌建設和維護的困難和重要性。 在NFT 市場上, 許多項目都時意炒作和短期利孕為刀香, 缺乏長遠的視野和策略。 這道治了許多項目在發行後, 很快就被遺忘或被取代, 無法形成持久的影響力和忠誠度。 而那些能夠成功的項目, 往往是那些能夠建立和傳第一個有意義和有吸引力的品牌故事, 並與社區建立深厚和積極的關係的項目。 這些項目不僅能夠創造價值, 還能夠保護價值, 並在面對挑戰和變化時, 保持彈性和創新。 Suki NFT 在發行時, 就展現了一個強大的品牌潛力。 它以其獨特的風格和美學, 吸引了眾多喜愛日本文化和動漫的NFT愛好者。 它也有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團隊, 有著豐富的遊戲行業經驗和創作能力。 然而,Suki NFT 在品牌建設上, 也犯了一些錯誤和不足, 導致了翻車事件的發生。 這些錯誤和不足包括, 缺乏清晰和一致的品牌定位和溝通。 Suki NFT 在發行時, 沒有明確地表達自己的品牌理念、 願景、 使命、 價值觀等。 也沒有給社區提供一個清晰的路線圖或發展計劃。 這使得社區對Suki NFT 缺乏深入的理解和認同。 也容易產生誤解和懷疑。 當Suki NFT 宣布要發行Suki 2.0時, 社區就感到困惑和不安。 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必要或有害的舉動。 缺乏及時和有效的社區參與和管理。 Suki NFT 在發行後, 沒有充分利用社交媒體、Discord、 Telegram 等平台來與社區保持密切和積極的活動。 它也沒有及時收集和回應社區的意見、建議、問題等。 也沒有組織或支持社區的活動、競賽、合作等。 這使得社區感到被忽視和冷落。 也缺乏凝聚力和活力。 Suki NFT 的翻車事件 反映了NFT 領運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那就是品牌建設和維護的困難和重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